大家好 我给这棵蟹爪兰做了一个测试 结果呢 开出来的话 确实差别非常的大 那么具体是什么测试呢 这期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只是看我这棵蟹爪兰 这棵蟹爪兰呢 这一半开花非常漂亮 这个花苞非常大 那么这一半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苞相对差很多 这个测试呢 就是这边这一部分 给它掰掉了顶端的这个 比较弱的叶片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叶片呢 都是留了比较强壮的 所以这些花苞开出来 大的很多 那么这一边呢 就没有掰掉这些弱的叶片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一片叶片呢 是比较弱的 这一片呢 也是比较弱的 还有呢 这些都是比较弱的 这个非常的明显 那么它长出来的花苞 确实差得很远 比较小 这些花苞比较瘦弱 所以呢 这就证明 蝎佐兰在开花之前 我们把顶端的这些 瘦弱的叶片掰掉 所以这个实验就证明了呢 我们在蝎佐兰开花之前 把顶端瘦弱的叶片 给它掰掉的话呢 能让它开出 品质更高的花朵来 那么当然了 肥肯定是少不了的 比如说像这种高磷高甲的肥料 当我们把这个叶片掰掉之后呢 三天给它喷一次 这个磷酸的金钾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同时给它控水 那么才能达到更高效 那么这就是养瘦佐兰 非常实用的一些技巧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